我就說嘛 國賓哥你要常來 你只要常來 我們就會常有室內的場景 是不是 也不會那麼辛苦 因為他們會看在你的輩分 還有注意你安全跟健康的狀況下 遊戲就不會太逼人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是叫做 卷木的生活館 我沒有那個台灣國語 它真的就是 生活館 卷木生 對 它是第一間木皮的觀光工廠 那在這裡面可以透過導覽還有解說 可以了解到一些卷木的產品啊 還有一些綠色建材 讓大家可以提升像是對於環保 然後愛地球的意識 然後另外來到這裡其實也可以預約 像DIY的自製產品的一個製作 對然後如果餓了的話呢 有卷木的咖啡館 它是可以一邊體驗的同時呢 可以吃東西不會餓肚子 現在就先看到 就先聞到香味了 今天我們這一集錄完了之後呢 我想大家都可以蓋房子了 因為我們在第一個關卡有這個窗戶嘛 那這邊有綠箭材嘛 綠箭材 我們待會不會去水泥場了 對 然後我們就蓋好一棟房子了 對 一條龍 就何必 何必花錢找人弄 我們自己想辦法 自己蓋就好了嘛 那自己蓋是最好的 一條龍學習 謝謝你們喔 整個都有 整個都有 對 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個木頭館 我們還要先學做什麼呢 現在要進行 自己的道具自己做任務賽 這個看起來好好玩 這個是什麼 這是乒乓球發射的嗎 有迴力車 這個是迴力車 我們手上是迴力車 然後是陀螺 那個是乒乓球手槍 你不要破壞人家 你們都裝得在破壞人家 不是 第一次 對不起 對不起 可是這個 這個都是這邊可以DIY製造出來的 製作出來的 這個球好好玩 對啊 這個看起來也有趣 我可以講規則嗎 可以 好 就是這一關會進行三個小關卡 就會用這個道具 然後每一小關獲勝可以獲得骰子 贏得較多關卡的隊伍可以吃東西 迴力車的部分 派出三位隊員 輪流啟動迴力車進行保齡球PK 好 林手 合計撞倒較多小玩偶的隊伍獲勝 陀螺 派出一位隊員進行戰鬥陀螺PK 率先將對方的陀螺擊倒的隊伍獲勝 好 OK 然後乒乓球手槍是 派出一位隊員進行射把PK 所以檯面上會有四個籃把跟 四個舉把 率先將對方的射把射完的獲勝 所以基本上 這個我們射的部分應該就協制了 真的嗎 任何有可以射的工具都沒有問題 對 那我們要 其實這個叫做什麼 你一定要打動來賓講話 你話太多了 他剛剛在車上 他向來 可是其實老實說 今天的這三關 這個車啊 也不曉得它跑出去會不會是直的 這個是一個問題 然後這個槍 畢竟它是那個 橡皮筋的力量問題 好 所以現在大家都知道每個人的道具 那我們就是各自私底下分配 還有五個人 對 一個人一個 然後一邊做一邊討論要派誰 好 一邊來 一邊討論 一邊做 沒有 那要自己做 要先自己做 對 好 反正就是先體驗 先體驗的概念 好 我們現在要自己做這個東西 是 可以幫我們選擇一個品項 然後把材料包先確認 材料包 然後說明書 材料包 這個槌子好可愛 它是用木頭然後把它拼出來 要到身上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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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難耶 有 有 第一個是這樣深色的 好厲害 我們很久沒有看說明書囉 對啊 我也沒有看說明書 對啊 兩隻短的 槍沒辦法啦 槍 槍是最難的 對啊 槍一定要 高手才會做槍 對 我做這個很爛 真的嗎 你平常不會做 你要不要直接說 你有做什麼比較厲害的 有啦 它今天翻鑰匙很強 說什麼 所以翻鑰匙很強 你今天就看 他現在想說要翻鑰匙 不是我真的 你要騙人 靠上兩隻短的螺絲 哪有兩隻馬牌 有兩隻短的 我看到好像有 是這兩隻短的螺絲 是沒有 是這個 這裡 對 先把它穿過它的身體 為什麼 它有一個捲目 是上面的這一種 對 這樣子 捲目是我們使用的食物 我們稱它為捲目 因為它就是捲目捲來賣的 我真的 石墨匙就叫捲目 是這樣子 對 我們就把它明明叫捲目 這要拍一下 這超可愛的 小盤手 手螺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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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它這個到後面 會有一點暴力的傾向 你知道嗎 剛好這樣超越最容易 對 我們 這個要對一下 我們哥你要對齊 對 我們哥對齊在敲 因為那個就是暴力沒有 覺得有點暴力的傾向 對 真的要不要對齊 那我就把他進去 沒有對齊 有了 快進去了 你這把怎麼那麼巧 我太懂他的邏輯 我們要信念 我覺得我這個路角增加重力 好 你試著把它砸掉嗎 不過我們要撞保齡球 應該是可以撞的 可以啊 帶頭衝 但我突然間發現 其實我滿喜歡玩戰鬥場 我以前怎麼不覺得他很好玩 對 對 結果 覺得自己超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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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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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